哈喽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又到了报税季 你可能会听到会计师或Turbo Tax建议你开IRA 本期我们就来看看IRA到底是什么 哪里开比较好 君君会推荐一些有开户奖励的地方 教你一步步开IRA 帮助你轻松开设IRA账户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IRA是什么 IRA全称为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即个人退休账户 美国政府希望人们能够在有收入时 早早为退休做准备 因此提供了这样一种账户 使人们可以方便地投资并节省税收 那么该在哪里开户呢? 2023年,不论是在券商还是银行开户 基本都可以免去手续费和管理费 这一切要感谢Robinhood成为全美第一个实行无手续费的券商 内卷整个行业 使得整个券商行业在2020年跟进取消手续费 直到今年,所有银行也跟着取消手续费 让人们体验了真正意义上的无费用纯利润交易 那么应该跟券商还是银行开户呢? 其实,两者都可以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方便选择 然而,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券商主要是投资业务 投资种类更多 回报潜力更高 银行则更多涉及理财 提供固定利息的定期存款和储蓄等选择会更多 两者间只是种类上略有不同 但无论在哪里开户 你都可以购买股票、基金、债券、定期存款等投资品种 对于普通人来说 无论选择哪个都足够使用 所以不需要过于纠结 如果你在Chase或者Bank of America有账户 直接在那里开也没问题 对于券商 可以选择最受欢迎的主流券商 比如Fidelity Robinhood Etrade Charles Schwab 这些都很不错 无账户费、手续费、界面简洁、容易上手 对投资小白很友好 有大量的免费投资研究报告和数据供参考 如果你需要中文客服 主流券商里只有Charles Schwab可以 银行的话BOA和Chase应该都没问题 需要B雷的两家券商是Vanguard和TD Ameritrade 很多人都听说过Vanguard 因为他们家的基金和EVDTF非常受欢迎 费用低回报稳定 所以许多人都想在那里开户 但是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你可以在其他券商中同样购买到Vanguard全线产品 但如果你非要在他们家开户并购买他们家的产品 他们依然在收取账户费用和各种琐碎的费用 所以不推荐 另一个需要避免的是TD Ameritrade 他们家最强的是看盘软件 非常适合交易高手 但是自从2019年末被Charles Schwab收购之后 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合并 软件也没有更新 整个界面看上去就像上个世纪的产物 非常混乱 所以不推荐 2023年3月 只有两家券商提供绝佳的开户奖励 Fidelity和Robinhood 其他公司则要求存款达到数万 甚至数十万美元才能享受奖励 所以 君君就不推荐那些了 毕竟第一次存退休账户 每年存放上限仅数千美元 无法满足上万的要求 Fidelity提供的开户奖励 是开设IRA账户 最低存款为50美元 即可获得100美元的开户奖励 Robinhood则提供了更为优越的奖励 开户后即可获得一只价值5-200美元不等的股票 但这还没完 当你向IRA账户存入资金时 Robinhood将提供1%的match 例如 当你向IRA账户存入6000美元时 Robinhood将免费给你60美元的奖励 而且 这并不仅限于今年的奖励 每年你往里面存入的金额 Robinhood都会免费给你存入金额的1%作为奖励 这可不是普通的开户奖励能比你的 更好的是 你还可以在两个券商各开一个traditionalIRA账户 享受双倍的奖励和match福利 让你的财富增长快如闪电 等等 你是说我可以两个羊毛一起耗 具体怎么操作啊 是的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多个IRA账户 只要存放额度合起来不超过上限就好 比如你的会计师或turbo tax 让你开traditionalIRA 放进去6000 你可以Fidelity和Robinhood各开一个 往Fidelity的traditionalIRA存50美元 拿到100美元奖励 然后往Robinhood的traditionalIRA存5950美元 获得一个免费股票后 额外获得59美元的match match是Robinhood在2023年最新推出的福利 也是第一个为退休账户提供配比奖励的券商 它将颠覆整个券商行业 君君希望整个券商行业都能卷起来 在推行5手续费之后 再次推出配比奖励 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和福利 在开户时 一定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 在选择账户类型时 要根据会计师给你的建议来选择 通常情况下 会计师或turbo tax会推荐你开traditionalIRA账户 因为它是在报税时能为你立马做到减税的账户 二 在往账户里面存钱时 系统会询问你是要存入2022年还是2023年 这时你应该选择存入2022年 因为当你在2023年报税记来报2022年的税 想为2022年减税 就需要往2022年度里面存钱 这样可以立即帮你减少税务负担 获取省税福利 接下来 君君会一步步讲解在Fidelity和Robinhood的开户过程 先是Fidelity的退休账户开户过程 点击开户链接看到存50美元获得100美元的开户奖励 只需下拉到页面底部 点击你想要开设的账户输入正确的基本信息 告诉他你是否曾在他们家开过账户 然后点击Next 如果你遇到要求输入promotion code的提示 记得输入Fidelity100 开户后至少存入50美元 就可以等着获得开户奖励了 然后是Robinhood的退休账户开户过程 由于Robinhood刚刚推出退休账户 现在开退休账户就会默认 获得一个brokerage普通的投资账户 该账户没有任何费用 你可以交易股票基金 或者就放着都可以 所以不用有压力 先点击开户链接 点击Claim your free stock now 输入你的基本信息 当你注册好了账户 登陆进你的账户 就是你的brokerage普通的投资账户 只需往里面存10美元 即可获得一个价值5美元到200美元不等的股票 然后在系统下方找到退休账户的图标 点击进去 点击Get Started 选择你想要开的账户类型 是Rod还是Traditional 然后点击Continue 在这一页直接点击Activate IRA Instant 它的好处是 每次存钱进来后 可以立即开始交易 无需等待 然后就是一些条款 直接点击Review 点击4次 然后Agree即可 在进来时就是这样的页面了 会显示你开的是什么账户 由于军军开的是Roth 这里会显示RothII 如果你选择的是Traditional 就会显示TraditionalII 点击Contribute 就可以往里面存钱 如果想为2022年报税立即减税 选择往2022年存 根据会计师或TurboTax 让你存多少 你在上面输入金额就好了 然后跳转到这个页面 第一行是存多少钱 第二行是从什么账户转进来 你需要挂一个银行账户 无论是checking还是savings都可以 第三行是把钱转到哪个账户 选择好你的RI 当你看到下面出现了绿色的小字 Earns IRA Match 那么恭喜你 你将成功获得Match 但要注意 如果没有绿色小字 就没有Match 也就无法获得免费1%配比的奖励 只有当你从银行向账户里转入新的资金 你才会获得Match 从Brokerage里面的闲置资金 或者别的券商来的Rollover 都不会得到Match 别忘了 选择正确的账户和资金来源 是获得奖励的关键 第四行是New IRA Contribution 第五行是2022年 因为你想要为2022年报税立刻减税 一切都对 直接点击Submit就好了 据说免费股票是一周内发email通知 点击即可挑选股票 退休账户的Match 应该是在资金存进去后立即到账 而且如果你在五年内取款 券商有权利把Match要回去哦 如果你对IRA有任何疑问 可以在右上角预约咨询 会有专业的顾问回答你的问题 打造财务自由 少不了理财投资 开个IRA账户存好资金 就可以帮你在报税时省下一笔可关税金 但是如果你以为买IRA就像买个产品 买完就不用管了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IRA只是一个账户 要让钱获得收益和增长 还需要购买投资 否则你的钱只会加剧贬值 别担心 下期 君君会为你分享IRA开户后该买什么投资 以及如何管理的秘诀 关注君君 让你的资产无限变大 本视频由超能力 投资君提供 一个立志于覆盖全部在美投资理财的知识网站 从投资 省税 保险 退休 到传承 理财知识全覆盖 如果你想了解某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大几率会在君君的网站找到 如果你未能找到 可以在君君的网站申请免费咨询哦 会有专业的顾问解答你的疑问 然后又有一段逢質的东西 感谢观看